好 无论如何这场反服贸的这个学运呢 明天就要退场了 但是争议并没有退场 争议并没有结束 那么主要是学生呢 透过军款箱还有汇款的账户呢 我们看到到这个4月6号为止 总共收到了募款有514万 那么扣到支出的部分赤字还有200多万 但是呢光是这个公开募款就引发了争议 内政部明确表示 根据台湾的政治现金法 学生不是政党团体 也不是个人 他们没有经过申请就募款 这一点已经违反法律 请问一下现在还可以捐款吗 好啊 现在暂时走起来了 因为 学运机场倒数几十 原本设置在立院周围的募款箱 已经不见踪影 但是募款金额早就超过500万 像这样的那种募捐啊 我们需要新事业申请还是不需要 就办活动就可以了 不知道耶 小燕哥一起这边请 第一点活动要结束 大家现在不要来进场了 要在自己开捐款收集 所以在那个设计官团队 就是说民法院里面都知道这个状况 我们共民法也是开过会的 330当天 50万人开刀大游行 就有多位志工拿捐款项募款 但钱究竟进了谁的口袋 公然募款是合法的吗 账号只有一个 那是在318之前就已经开 开设了账号 那目前是暂停募款的状态 两个粉丝专业的更新上面 讯息可能因为不是很同步 所以说 才会造成大家误会说 有两个账号的这个问题 就算学生代表难以厘清争议 内政部早已明文规定 针对政治活动所做的募款 需受政治现金法规范 按照政签法规定 你只要政治团体啊 政党或者说 你产钱了才可以来募款嘛 不然的话就是违反政签法规定 他如果没有申请的话 应该是违法的 他有申请吗 目前来讲是没有看到 内政部表示 学生未申请旧募款明显违法 虽然个别的募款单位众多 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这些团体 如果为了特定政治活动 公开向大众募款或接受捐赠 将按其收收的金额 处以两倍的罚还 违法收收的政治现金也会被没收 最终的财罚机关将会是监察院 记者的列方陈青顺 台北怎么到